接下来的这一位分享者 他来自台北 也因为他的妈妈先很聪明 然后又很有智慧 然后也是一位德乡女人 因为看到妈妈的改变 我们的这位分享者 好好的如法炮制 这个超级生命马系统的科学实验 居然在英国的伦敦 硕士研究所就顺利的毕业 然后再投资这个黄金部分 也有很棒很亮丽的这个成绩单 那我们接下来用最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来自台北的婷玉 请掌声 最敬爱的太阳盛德导师 美丽睿智的营运长 以及帅气气质又文质彬彬的唯一哥 以及所有现场 以及线上的超级家人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北的婷玉 其实婷玉加入超级生命马 前后差不多大约两年多的时间 可是呢 我这两年多的时间 实在是得到太多数不清的礼物了 所以婷玉在这次的分享会来以前 我想了又想 我整理三个我最大的礼物 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我想分享给大家的礼物是 婷玉其实在英国的研究所念书 我以前大学其实在美国 博化研究所 有机会可以去英国伦敦念书 当时很兴奋 想说要飞伦敦还没去过欧洲 很兴奋 可是呢 人算不如天算 当时英国正好全世界发生了疫情 结果发生什么事呢 台湾当时甚至连疫苗都还没有 英国当时很没有办法 只好整个学校全部lock down 就是锁起来 所以婷玉当时一边的上班做业务 晚上念英国研究所 那当时其实英国研究所 虽然只要念一年就可以毕业 但是除了你的学科要拿好成绩以外 其实有第二个传说中的大魔王 就是期末论文 那当时其实我因为早上做业务 晚上念书 其实有一点点 有点不小心的 好像有点利而未逮 当时论文就觉得 好像不会过 好紧张 因为当时伦敦的学校 这辈子历史这么悠久以来 从来没有碰过疫情 我们必须要线上教学 所以其实我跟我的同学们都很紧张 想说怎么办 论文真的好难写 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教授的要求 后来婷玉在当时我的妈妈 她刚加入超级生命密码 当时她给了我一本书 集一 超级生命密码 她放在我的座上就说 妈妈也才刚加入没多久 你有空 可以看一看 所以当时我念了第一次 第一次看完 真的还没有特别深刻的感受 但是记了两样 导师交代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爱与感恩 当时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我又想说 不如撑这个机会 我来落实看看 当时我就写email 我写给我的教授 写给我的顾问 我写说感恩教授 我这次论文虽然写得不好 也有可能不过关 但是我会继续努力 然后来想办法来夺标 来达成更棒的要求 拿更好的成绩 结果真的很不可思议 一个月内 我的成绩并不是不及格 而是高分通过 也因此顺利的拿到 伦敦的硕士学位 当时好开心 亭育第一个礼物还不够 第二个礼物 第一次参加导师的大型活动 在福华文教会馆 正好在台湾的第一学府 台湾大学附近 我记得当时早上上课 下午做心法 其实第一次上课 还真的也没有马上特别有感觉 可是下午做完心法以后 也是很神奇 因为亭育在台湾的证券公司上班 其实业绩是非常重要 那那个时候很神奇的 我工作差不多四年 新鲜人 我连续三年 当时拿全台湾营业员市占率第一名 全台湾第一名 连续三年 就因为我当下参加完第一次大型活动以后 我一直感恩我的主管 感恩我的同事 感恩甚至我的同业的竞争对手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要跟你的感恩你的竞争对手 是不是今天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我又想说 导师一直跟我们讲 要爱与感恩 那我就感恩我的竞争对手 结果我的竞争对手有好的机会 也都会抱给我知道 市场现在怎么样 也都会 Tim 我们一起讨论 接下来最近客户动向怎么样 要不要我们一起来成长 当时想要听语 一个社会的新鲜人 真的受到很多哥哥姐姐的照顾 就是因为我顺着导师的学习 我努力去 还不到很努力 就只是我记得了爱与感恩 这两项重要的心法 这个很重要的秘密 所以我才能够一直 一直很努力地夺标 我的第三个礼物 其实最近也是 黄金人生巧安排 其实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礼物 其实我一起来 庭育心中有一个很小小的心愿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太阳顺着导师 住在哪里 对 美国的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 那庭育呢 因为之前有赚钱 赚很多钱 有一年拿六位数的奖金 四年拿七位数的奖金 还不包括薪水 不包括年终 所以有荣幸的呢 我有贷款啦 买了第一间房子 就是在太阳的故乡 拉斯维加斯 那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心愿 想要去跟导师当邻居 对 那 那其实 太阳的故乡也很奇妙 没有去过的同学 一定要去一次 一生一次 一定要成行 我自己其实去拉斯维加斯 有几次 可是还没有跟团去过 我想说 抓准机会有一次 一定要跟着太阳色的导师学习 那其实我在那边投资的房地产 该怎么说 太阳的故乡真的不是盖的 满地黄金 真的 我刚在那边买房两个月前的事而已 三个月前 买了以后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实价登录 我的房子预估 才刚买 就已经赚了差不多五万多 应该可以赚五万多美金以上 甚至未来几年 搞不好还可以赚几百万 因为现在 为什么呢 加州人往那边移动 第二个 就是很重要的 那边的市场现在越来越让人家喜欢 环境让人家喜欢 而不是像旧金山 洛杉矶一样 给人感觉 一下零元够 一下市容不好 一下又油迷很多 大家好紧张 所以大家都往拉斯维加斯动 可是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来了 大家不会觉得这很奇妙吗 正好就是在拉斯维加斯 这个地方 太阳的故乡 你们觉得凡事是不是巧合呢 还是这其实是天地的安排 那这是我的第三个礼物 那我在这边想要跟大家说 太阳圣德导师 其实一直以来带给我的 其实是除了修正我的习性 面对我的负能量 随时落实爱与感恩以外 他也跟我说 地址规也很重要 所以有一位蔡黎旭老师的地址规 其实我以前就想说 以前连三字经都没有在念 地址规更是不加熟悉 所以其实一开始听到地址规的时候 还在想说 那个是什么东西 可是后来我自己拿着地址规 念了一阵子以后 后来我忽然发现 地址规里面教的其实都是 做人的重要的道理 所以其实太阳圣德导师 他不是只是讲他的想法 或者是他认为什么是对的 他也会引述 谦虚地引述 蔡黎旭老师的地址规 多方容纳 多方融合 来教导我们如何 可以变成做一个更好的人 因为其实有时候 不是我们不够努力 而是天地有没有礼物给我们 老师在大型课程常讲一件事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天地如果今天要拨给你礼物 半秒钟就会拨给你 前提是 你有没有改善你的习气 有没有提升你的正能量 第三个 有没有好好跟你的负能量 好好沟通 所以其实假设我们都能落实 这些重要的密码 跟着导师的步伐 帮我们设好了康庄大道 太阳的道路 天地设给我们的道路 即是 我们应该要一起 携手前行 跟着导师的步伐走 那其实我 其实对太阳圣德导师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在马来西亚印象很深刻 纯粹看照片觉得 不晓得导师多高 结果去了马来西亚 导师其实还蛮高的 而且穿了西装其实很鼻挺 导师其实随时都站着很鼻挺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 我应该要改变我的习气 我也要随时站着很鼻挺 那以上是婷育 这三个礼物的分享 谢谢大家 也祝大家永远都是天地的 最棒的新宠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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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